一群来自法国的神父在东部地区默默付出奉献超过了半个世纪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就把这一群牧者无私的爱 以文字和影像流程下来 5月2号上午特别举办了台湾东海岸法国牧者的新书发表会 天主教法国巴黎外方教会从1949年到现在 先后已经有超过50位的神父来到台湾服务 不仅仅是传福音更默默关怀着东海岸追遍土地上的弱势族群 为了记录下他们的无私奉献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就以台湾东海岸的法国牧者为主题 收录17名神父在台湾的故事 并且集结成书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看到 跟刘一峰神父结缘的是在2018年4月份 特别完成办了一个特展 这个特展的名字叫做玉里的法国爸爸 也就在花莲玉里看到了法国的神父 神父呢 换成英文也就是爸爸的意思 我们才通过那个特展真正了解到 巴黎外方会的修士神父们 在过去五十几年里面 对台湾这边土地跟这些人民所做的奉献 特别感动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就很高兴地请那个廖子军博士 我们人类学的同仁能够把这些相关的 邀的作者相关的事迹都能够著作出来以后 除了这本书 希望刘神父跟他的同业的这些神父们 在台湾的西城河界的事迹能够永远流传 这场新书发表会5月2号上午在花莲举行 在台湾服务超过一甲纸的刘一峰神父 担任共同主编 看见新书出版的成果让他很感动 并且表示谢谢台湾人没有忘记他们的存在 也感谢我们这一次的台中科学博物馆 有机会 也努力地来安排这本书 所以他们的都不会忘记他们的存在 所以他们在我们台湾东部 一辈子都做一些服务 可是他们也过了一个真的很喜乐的生活 因为我常常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不是很 常常在说哎呀很辛苦 不是我们相反的享受 我们在大部分那时候就是在向下 在部落的老百姓的生活 我们也觉得他们都很可爱 我们也变成他们的一份子 台湾东海岸的法国牧者新书当中 记录着法国巴黎外方教会 在东部地区经营超过半世纪的历程 而书籍的收入会全数捐给花莲县 刘一封神父天涯若比林文化艺术基金会 让这份爱可以延续下去 解释力群花莲市报道